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方对世界各国的指责视而不见 在扶持新总统上台之后 缅甸国民军总司令敏昂来 今天宣布大规模改组缅甸政府 撤换了十多名缅甸部长 而被软禁的昂山素季 也通过种种渠道发出声音 对缅甸军方军变行动 谴责的同时 呼吁支持者勇敢地走上街头 抗议军方的政变行动 一场大的暴风雨 在缅甸蔓延开来 其实很多老铁不知道的是 中美之间因为缅甸的较量 早在2000年就已经白热化了 甚至还差点因此引爆战争 2002年 缅甸和泰国发生战争 而一直秘密策划 推翻缅甸侵华政府 扶持昂山素季上台的美国 此时看到了机会 并在2003年 趁中国国内爆发非典之时 打着反恐为名 派特中部队秘密进入缅甸 并为泰国提供了强大的军事后援 虽然当时中国国内受非典影响 但是并没有放弃缅甸 为缅甸提供了强大的援助 并一度把中缅边境武警 执勤全部替换成现役军队 已经做好了 中美一战的准备 并多次在中缅边境 展开大规模实战演习 并最终 迫使美国放弃了武力入侵缅甸的计划 看完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这下老铁们总应该明白 为什么大老美对缅甸政变事件 如此热心了吧 据媒体称 在这次事发之前 美国情报部门 早就已经得知 缅甸军方要政变的消息 但是一直选择了冷眼旁观 正是这种欲擒故纵 让缅甸军方以为 美国默许了这次政变行动出手 扣押了昂山速记发动的政变 美国突然态度大变 严厉要求缅甸军方立即放人 否则将会采取行动 至于是军事行动 还是经济制裁行动 美国卖了个官子 没有说明 很多老铁就感到纳闷 近年来 由于昂山速记并没有完全按照 西方国家的要求 加入到西方反华行列 西方国家其实和昂山速记的关系 也是渐行渐远 但是为什么这次昂山速记被军方 扣留之后 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等西方国家 纷纷出动 第一时间要求 立即释放昂山速记 并威胁否则 将会采取行动呢 就好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样 美国又嗅到了不一样的滋味 尤其是嗅到了在中国家门口 扎颗钉子的机会 与其说美国态度严厉 不如说已经在给缅甸军方 和昂山速记两方面都高调抛出了条件 如果缅甸军方给出的条件足够诱人 不排除美国 会默许这次行动 而仅仅以制裁掩人耳目 而昂山速记要想获得美国的力挺 就要做出让美国心动的承诺 而这个承诺 可以肯定和中国有关 至于缅甸军方和昂山速记 最后谁是美国支持的胜利者 接下来就要看缅甸军方 和昂山速记 谁能给出的答案 让美国满意 可能谁就是获胜方 有句话叫做无力不起早 这就是美国火速第一时间 介入缅甸政变的主要原因 但是此一时 彼一时 缅甸国内这次政变如何走向 还和另一个重大国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在2003年 在中国国内遭遇非典疫情 实力又大不如美国的情况下 仍然对美国左右缅甸局势说不 今天中国同样不会放任美国 在缅甸为所欲为 面对缅甸国内的突发状况 一贯对其他国家事务 低调表态的中国 这一次旗帜鲜明的定调 军事政变 中国之所以第一时间 旗帜鲜明表达立场 除了已经觉察美国的目的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向缅甸军方 国民军总司令敏昂来 发出严重警告 缅甸国内这么乱我不管 但如果胆敢威胁到 中国边境安全 中国不会坐视不理 虽然昂山速记在西方的理推之下 最终实际掌控了缅甸政权 但总体来讲 昂山速记上台以来 中缅关系虽然有波折 但是整体方向并无大的改观 所以中国乐见其成 相反 和昂山速记相比 长期掌控缅甸军方的 国民军总司令 明昂来 却是一个危险人物 2015年 缅甸军方不顾中国的警告 执意对高度自制的 棉被武装展开围剿 不但造成大量的流离失所 很多缅甸难民涌入中国 并多次有榴弹飞入中国境内 造成中国人伤亡 解放军一怒之下 大军压境中缅边境 才使得缅甸军方 行动有所收敛 2018年 还是这个敏昂来 在中缅边境 再一次对缅甸武装 展开大规模围剿 一度搞到 我云南边境 鸡飞狗跳 不但大量缅甸难民 涌入中国 更有榴弹 落入我方境内 我们连发警告之后 同样是虎视眈眈 大兵压境中 缅边界 并放出狠话 敢敢侵犯中国利益言成不歹 更加可恶的是 这个缅甸军方总司令明朗来 竟然还和美国 以及印度没来眼去 曾经有消息称 要加入印度主导的印太战略 抗衡中国 只是后来涉及中国的威严 没有敢迈出这一步 所以 面对这次缅甸军方搞事情 突然扣押昂山素季 和缅甸总统 以及大批政要 中国毫不客气 罕见的旗帜鲜明地表达态度 并幸军事政变 就是向缅甸军方 释放重磅信号 我们看到 在中国表态之后 俄罗斯紧随其后表达了 和中国相同的态度 看到这里 是不是老铁门多少明白了 一个小小蛋丸之地的 亚洲小国军事政变 为什么引发世界多个大国 集体接入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缅甸可以成为西方 制衡中国的桥头堡 而中方 旗帜鲜明地表明 态度也是在正告世界 中国不会给任何人 任何国家 扰乱中国的机会 就在小编发稿时 缅甸军方发言人 对外宣布 已经释放 包括部长在内的 一大批被扣押的 缅甸政要 但是在释放名单当中 并没有昂山素季的名字 博弈还在继续 缅甸政坛 超级强阵 就是这个人 在搞事 缅甸政变了 来得很突然 也不令人意外 之所以说很突然 原因在于 这场政变 是缅甸军方 不顾大局的 开历史倒车 是完全没有分析 国际形势 只顾自己利益的乱来 但凡敏昂来 有点国际政治的智商 也不会干这种事 不令人意外在于 站在缅甸军方的视角 境界和利益取向 符合缅甸军方的 思维模式 如果大家还记得 笔者之前的分析 若非昂山素季 顾全大局和中国 搞好关系 中国也支持昂山素季 对缅甸的改革 敏昂来早就投机政变了 现在 敏昂来似乎嗅到了机会 所以不考虑后果和国际大环境条件 直接就下手了 在分析和梳理这次政变的逻辑 以及中国的态度和立场之前 我们先来看具体的事件进程 和各方的反应 我们只有从各方的利益取向 和各方的反应中去观察 才能明白形势和发展趋势 以及怎样的结果 对中国最有利 据参考消息转引路透社的报道 缅甸执政党 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 当地时间2月1日表示 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和执政党 其他高级官员 在清晨的突袭中被扣留 报道称 几天来 缅甸政府和军方之间 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军方表示 选举存在舞弊行为 几乎与此同时 缅甸的广播电视 在社交网站发文称 因出现技术故障 暂时无法提供广播 而缅甸的手机 网络信号都被中断 据新华社报道 缅甸军方2月1日 发表了电视声明称 在国家紧急状态结束后 缅甸将会重新举行大选 国家权力也将 移交给新当选的政党 军方声明 在实施国家紧急状态期间 将会改革联邦选举委员会 重新合场 去年11月大选过程 与此同时 会继续采取措施 应对新冠疫情 并推动经济复苏 面对敏昂来 突然发起政变 昂山素季并未投降 这个意志极其强大 又顾全大局的女领导人 很快就做了强硬表态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 缅甸执政党领导人 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呼吁缅甸人民 拒绝接受军人发动的政变 并敦促人民发起抗议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路透社报道称 全国民主联盟当地时间 2月1日午时 以昂山素季的名义 发表了一份声明 声明中说 我敦促人民不要接受军方的决定 发起示威抗议 向军方奋力反击 另据美联社缅甸内比都报道 昂山素季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 敦促缅甸人民反对政变和任何 重新回到军事独裁的做法 那么西方和国际社会 什么态度呢 面对缅甸军方的政变 第一个跳出来的国家 是澳大利亚 据法新社报道 澳方明确表示 缅军方必须立即释放被扣押的 政治领导人 虽然缅甸不算什么 但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成员 所以澳大利亚的率先表态 实际上也意味着美国会有类似表态 果不其然 美国白宫很快就缅甸的局势 发表了声明 声明称美国会继续支持缅甸的民主 并与区域伙伴一道 要求缅甸军方和各方势力尊重民主和法治 拜登政府还称 美国反对一切篡改民主选举结果 或阻碍缅甸民主过度的行为 而倘若这些行为不被纠正 美国就将采取措施 针对相关责任人 最后 拜登政府还称 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进展 并与追寻和平与民主的缅甸人民站在一起 而针对缅甸军方的政变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明确谴责缅甸军方扣押 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缅甸领导人 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纳迪亚里科在声明中说 秘书长强烈谴责 缅甸军方在缅甸新一届议会召开 前夕扣押国物资政昂山素季 总统温敏和其他政界领导人 声明还称这些事态是对缅甸民主改革一次严重打击 那么中方什么态度呢 2月1日 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缅甸军方扣押了缅国物资政昂山素季等人 中方对缅甸当前局势 有何评论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我们注意到缅甸发生的事情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 中国是缅甸的友好邻邦 我们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 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 从上述各方表态上看 缅甸这次军事政变既没有西方背景 如果有西方背景 美国不会做如此表态 而且从历史和现实上看 缅甸军方也很难与美国勾兑利益 这是由缅族的民族性格和其地缘位置决定的 这个门槛非常高 现在拜登政府刚刚上台 美国民主自己都差点失败了 拜登政府很难上来支持敏昂来 搞军事政变且独裁 所以虽然昂山素季在2015年上台后得罪了美国 没有按美国的意志反华 但在美国政府看来 缅甸军方是更不可信的对象 而且站在拜登政府的视角 民主党队捍卫民主 有一种天然的痴迷 这一点和特朗普的实用主义还不太一样 所以他不会这么快去支持敏昂来搞军事政变 对中国来说 这是中国是蒙在鼓里的 由于缅甸对中国很重要 中国的表态是非常谨慎的 第一句话就是 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 不带任何情绪 同时表达了态度 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 妥善处理分歧 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 中国的表态很明确 一则自己不知情 二则是希望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 这就是中国的态度和立场 说白了 中国立场清晰而明确 同时不干涉他国内政 同时也需要看看各方更多的态度和立场 也需要局势进一步演变 有些是 如果大家默默退回去或做出让步 是成本最低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这事的核心发动点 不在海外势力 而是缅甸内部的力量 直接说 就是敏昂莱在搞事 那么 我们不禁要问 敏昂莱为什么要政变